其实能源不但是国家发展重要的根基 而且恐怕也是前任政府 大家最关心的 这个有没有贪腐的问题的一个重点 有不少人都怀疑说 民进党反核 是不是根本不是为了台湾 不是绿能发电 而是绿能发财呢 台电跌倒 绿能赚保 全民买单吗 民进党的派系要脚 是一戏之间 现在好像都变成了绿能的新贵了 重点是绿电的合约 当时一签可是签了 二十年 所以保证他们能够赚钱赚上二十年 所以如果您刚选的话 您会处理这个部分吗 会不会重新审查合约 你看一个合约 签二十年 二十年 从小爱出生已经长大成人了 二十类的合约 当时候合约的价钱到现在 等不到几年就差距这么大 合约当时怎么签的 这是要全民买单 那你买单了二十年 带来对国家的整个经济 以及带大家对政府的不信任 你要想想看这付出的代价多大 所以我上任 所有的合约我要重新审慎的去处理 如果今天合约是非常的公正 没有问题了 绿电不是不能做 绿电永续是要做的 我就会跟他加速 但是有问题了 很抱歉 这也是把它列为该查办的一项 所以不能说绿色 绿色绿能发电 是绿色发财 那变成说只有绿电绿能 我们都不能 那用这样的方式怎么对呢 我要有能力把你查清楚 该合约重新审查吧 对所以很多人说希望能够还电于民 还财于民 因为我们要保护人民的纳税钱 还给老百姓便宜的电脑 所以如果有不公不义 有贪腐的话 是不是不再追证20年 一定要重新来过 当然如果查出来有不公不义 查出来里面有 合约上对我们是不公平以外 更相对的违反合约的精神的话 该重来就重来 如果还有官商工程 该办就要办 这个绝对不索软 好那我们又要进入到 今天的重点深水区了 因为现在的民调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蓝白到底合不合 什么时候才要合 其实民调显示不管是侯科配还是科侯配 都可以大赢赖销配 您跟柯文哲都是主帅 针对蓝白整合 你们两个人到底有没有面对面好好谈过 其实我跟柯市长 现在的柯主席 我们在双北的过程当中 其实合作都蛮愉快的 那这些合作的愉快 大家彼此都留下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有一致的 那担任民众党主席 那国民党 推派 我最是个人 那回头过来 我就是国家人民第一 政党 其次 个人 放在最后面 那今天我又是一个总统 我相对的要在政党理念底下 跟政党契合地走在一块 民众党有民政党的主体性 国民党有国民党的主体性 我乐见在人民对国家音音的期盼 是要有一个青年有效能 能够维持两岸和平的政府 人民这样一个期待 又有六成五的人 希望下架民进党 在这样音音期盼 我有责任跟国民党 要跟民众党 大家好好的 诚意的 在不设前提底下 大家好好做好沟通 面对大家的期待 不能让大家失望 这也是我要做的 这也是我的责任 所以在这段时间 出口起来 我有跟柯市长 通过电话 那非常善意的沟通 他回来以后 我也很沉沛希望 两方面 就里面 就核心价值 就未来合作事项 大家很清楚地把它谈好 这才是一个政党的合作的基础 那合作的基础 只要大家谈好 很多事情就会很自然 就会水到其成 所以我再三提醒我们的选办 为麻烦国民党 大家要释出最大的包容 体谅 那也要释出最大的合作的诚恳 我很希望在短期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人民其实真的蛮期待的 这也是我们必须所面对的挑战 但我希望这个事情 应该会有很高的机会 大家都会往这个方向而努力 我相信柯市长也会往这个方向而努力 所以过去从来没有面对面的谈过 其实柯市长如果针对这个部分的话 当时因为这是一个政党政治 是一种政党合作 所以政党的合作底下 在政党先把政党的理念合作的方向 如果大致的 当然我跟柯市长 我相信以我们两个之前以前的默契 基本上我们两个见面 绝对不会是多大的困难 所以先前您曾经有说过 在柯文哲主席回到台湾之后 打电话没人接 现在他从美国已经回来了 然后也换了新的手机了 所以这个电话打通了吗 我相信这个电话 国头都不会是问题 因为他刚回来了 虽然我看到美女说 他电话掉了 那我也想说 他回来了一两天了 大概时差过了 我就主动打个电话给他 我打了两天嘛 恰巧他也没接电话 我想是不是手机还没换好 我也不得知 不过 那幕僚都已经有接上头了 讨论议题就开放了 甚至他也讲说 民调怎么样 辩论怎么样 这个都可以讨论的 没有什么事也不可以讨论 讨论是不设前提的 所以我蛮郑重 柯市长他提了很多的意见 对我来讲 就是包容对方的意见 然后大家好好的沟通 就唯有 大家 都一致性的 同心协力 有时候想一想看 男女要结婚 过程总是要 大家有一些 共同的价值 跟彼此之间心灵契合 其他的细节 其他的细节 是不是要双方家长头 那又另外一回事 现在比较不会了 但是也会谈谈 那我们过程 我们家要住哪里 我们家庭幸福 如何创造更多的美满 那其实他彼此之间 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 心灵契合 然后大家更重要的 我们结婚离以后 我们如何让这个家庭 幸福更好 所以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 台湾政党合作 绝对不是谁去病谁 或是谁看不起谁 都不是嘛 就是两个个体 合在一起 主持一个家庭 让这个家庭幸福美满 那不是多好的一件事嘛 那应该是一个喜事嘛 所以现在是确定 双方都有结婚的意愿 只是末了在谈如何结婚吗 我们现在往这个方向 在努力 好 我们往这个方向 因为我 其实我在跟科事长的沟通 我一直认为说 从以前我跟他沟通 也没有什么多大障碍 那我也相信 大家只要诚心诚意 那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跟理念 那一步一步往前推进 那当然 自然事情就成了嘛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上 看起来显然现在双方的主帅 其实还没有机会亲自说上话 所以都是派出了幕僚再谈嘛 所以共党派金普通 民众党也派了黄珊珊 要来做这个幕僚的磋商 但大家就很好奇 到底有什么非得要幕僚先谈啊 为什么不是主帅亲自谈呢 会啦 我们会说上话 安心 我们会说上话 这一点我非常有信心 我们一定会说上话 对 幕僚先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谈的是什么 幕僚现在就是两个那边坐下来嘛 因为我看科斯兰也提了一些想法嘛 比如说内阁制的问题嘛 那听政会的问题嘛 那我们这边提的是 我们的核心价值 到底台独反台独这个议题 或者是我们两岸之间的相关的 这些比较重要的和平的嫁祸的问题嘛 那更重要就是那些贪污腐败的民进党 你还不要跟他合作嘛 你是要跟男合作 还跟谁合作 不要说到时候 大家选完了 结果不是这样子 还是民进党自己在行政院 或者在自己的体系里面 那这样子 人民期待不是这样子 人民期待是换一个政府 只有你换了一个政府 除了总统换以外 其他的都没换 那能符合人民的期待吗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必须要把很多的细节 还是要大家先讲清楚 我觉得这个不会说很大困难 我到今天都没有 没有很大困难 只要大家业内谈都没有问题 那我跟柯市长也不会有多大问题 没有所谓大家什么主战派 割派没有 只有一派 中华民国派 然后消费台独派 两岸和平派 经济环荣派 没有什么派 一切为国为民 而且一定要相忍为国 市长这边证为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其实现在最大问题 恐怕是时间 我们现在看到会前会 现在压了时间说一个礼拜之内 一定会来会前会 但是两边的主帅 什么时候才会碰面呢 10月中之前有可能吗 我们会随时保持沟通 你放心好了 这个你放心 我会随时保持沟通 随时沟通就随时有可能见面 蓝麦河不可能到了登记前一天 才决定要合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是蛮重要的 所以双方主帅有预计什么时候要见面 10月下旬之前 10月之前会完成吗 我希望先两边马上坐下来谈一谈吧 那应该很快吧 我基本上我也跟我们自己的团队说了 尽量用一种体谅对方的方式 赶快坐下来谈 那我相信柯市长那边也有诚意 大家彼此会坐下来谈 所以一谈很快问题 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是抱持乐观的方向在看 我从来没有悲观过 而且我用办喜事 开心的心情 大家并肩作战 最重要是开心什么 团队合作 迎回中华民国 因为两岸稳定 因为亚太区区的和平 这就是我要做的 让国家的未来安定以外 可以让我们的人民可以过一个好生活 这也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吗 所以放心 我都会用这样的力量往前走 不过有这件消息说 黄珊珊这边说 如果十月底谈不成的话 那柯文哲就要选到底了 市长你怎么看 其实谢谢大家很多宝贵意见 个人的意见我都 不会去评论这些事情 因为我只要相信大家有诚意 那个人意见我们都可以尊重 最重要大家都有诚意 我们是一个team 是一个团队 不是一个个人 那我相信柯市长也是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都是一个team 那主帅的意见很重要 那既然主帅的意见 如果大家能够契合很多事 都可以谈得更顺 所以这个部分也请大家安心 我也都很期盼 我跟柯市长两个人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多多沟通 把很多事情沟通好 那我相信柯市长也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一定会两个共同努力 而且我个人一定会相忍为国 为民创造更大的安定跟福利